大家好,我是市眾的蒲龍堅老師 我今天要介紹的文法是 AOKAZIKO AOKAZIKO說話時常常用來說明理由和原因 很多學生誤會AOKAZIKO裡面的KAZIKO 跟KAZIKO形態一樣有帶著的意思 可是AOKAZIKO裡面的KAZIKO不是帶著的意思 AOKAZIKO是在表達因為的意思 還有AOKAZIKO跟AOKAZIKO 互換使用是沒問題的 為什麼我早上去學校? 早上早上起床,早上起床 或者是 早上朝早上醒了 晚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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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 我對你們有一個問題 여러분 為什麼 韓國語 學習了韓國語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謝謝大家 下次見